1969年 珍宝岛战役结束 被解放军击退的苏联边防军契机败坏 为了找回面子 他们在国际上大放厥词 称要用核弹将中国炸平 毛主席得知消息后 他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 轻飘飘地说了两句话 就点破了苏联的用心 迫使苏联人不得不放弃这一危险的计划 那么 毛主席当时究竟说了什么 苏联最终放弃使用核武器 又是出于怎样的顾虑 1946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硝烟渐行渐远 世界各国人民在废墟之上重建家园 逐渐回归安居乐业的和平生活 但是好景不长 英国首相邱吉尔在美国富尔顿 发表了一则铁幕演说 吹响了西方世界反苏反共的号角 翻开了美国发动冷战的第一场 整个世界从此进入美苏争霸的两极格局 卷入到一种看不到硝烟 却比战争更加残酷的撕扯当中 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 不论经济 军事 还是国际地位 都远远无法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相比 所以很自然地遭到发达国家的孤立 国内各方面的发展也饱受限制 艰难地在夹缝中求生存 面对你死我活的两极格局 任何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 必须选边站 为了保障新中国能够在国际舞台站稳脚跟 我们别无选择 只能采取一边倒的外交政策 成为苏联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名新成员 从1950年中苏签订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开始 到60年代末爆发珍宝岛事件 两国关系度过了一段将近20年的蜜月期 苏联派遣了各行各业的专家学者 对新中国的工业生产和国防军事 提供了宝贵的帮助 尤其是核工业方面 当时中国一没有资金 二没有技术 得益于苏联的帮助 我们才得以迅速构建起完备的核工业体系 培养出不少高新科技人才 为后来迈入核大国行列 打下了第一块敲门转 包括朝鲜战争时期 美国领着联合国军燃至朝鲜半岛 一度将战火烧到鸭鲁江边 志愿军虽然具有不惧牺牲的大无畏精神 但我国在空军这一块才刚刚起步 无法与美军争夺至空权 战争初期吃了不小的亏 多亏了斯大林拔刀相助 不仅向我们低价提供了大量先进武器 还暗中派出苏联战机驰援朝鲜战场 将美军死死挡在三八线以南 赢得了最终的胜利 这些都是中国人民感念于心的 所以中俄关系在那段时间特别友好 中国一度把苏联视为亲如兄弟的老大哥 连此前的一系列领土争端也都搁置不提了 但是天下没有不散的沿袭 随着斯大林去世 赫鲁晓夫上台 苏联的国际战略发生了重大转变 对中国的态度也发生了360度的巨变 苏联的霸权主义野心逐渐暴露 谋求控制整个亚洲 与美欧大陆形成分庭抗礼的局面 如此一来 中国就变成了他们眼中的一颗钉子 中苏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越来越大 矛盾逐渐变得不可调和 1956年苏共十二大上 赫鲁晓夫发表年度报告 竟然对斯大林时代的执政方针予以全盘否定 赫鲁晓夫的言论 背离了马克思列宁思想路线 与我党观点严重不符 1958年4月 苏联违背对中国支援核武器核潜艇的承诺 就两国领土纠纷提出无理要求 说中国想要核武器可以 但是要用主权利益作为交换 就是要允许他们在我国领土设立军用电台 还要在中国领海组建联合舰队 对于这样的无济之谈 中国领导人义正词言明确拒绝 苏联因此被激怒 宣布彻底终止对中国核项目的援助 单方面撕毁600多份白纸黑字的合同 一夜之间撤走了所有的专家 工程师还收回了所有的核工业图纸资料和设备供应 那时的苏联就像今天的美国一样 开始从各个方面遏制中国的发展 他们一面拉拢印度结成紧密联盟 一面在中苏边境寻衅挑适 刻意制造摩擦 国际场合也到处说中国的坏话 比如在联合国公开抨击 中国1960年的大跃禁运动 中苏关系从此开始急转直下 从亲密无间的盟友 逐渐恶化成不相往来的对手 苏联本想通过强势施压 迫使中国妥协 成为这个超级大国的附庸 没想到面对霸权主义 中国人民非但没有低头服软 反倒激发出中华民族的志气 决定靠自己走出一条 独立自强的发展道路 就在这个时候 一场突如其来的战役 彻底颠覆了两国的外交关系 让中苏在矛盾激化的企图上 越走越远 对世界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 那就是发生在中苏边境上的 珍宝岛自卫反击战 在1962年对印自卫反击战中 苏联就一直偏袒印度 在背后煽风点火 对印度承诺会派重兵夹击中国 从1964年开始 苏联陆续与亚洲许多国家 大举入侵蒙古 越南等国 试图用步步蚕食的方式 实现对中国的军事包围 1967年到1969年 苏军先后入侵我国黑龙江省珍宝岛16次 用军舰攻击正常捕捞作业的中国渔民 用装甲车冲撞手无寸铁的当地编民 一度闹出四名中国人被压死的惨剧 当人民的生命安全无法得到保障 当中国的固有领土被敌人肆意践踏 中国领导人终于下定决心 即便反目成仇前途未卜 即便跟苏联实力差距悬 优优独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罗布泊等发射极力实施和打击 消息一出 中国立即进入到一级战备状态 东南亚各国也人人自危 眼看第三次世界大战一触即发 就在所有人恐惧不安的时候 伟大领袖毛主席却高瞻远瞩 镇定自若 他对大家说 原子弹不过是直老虎 在厉害的武器最终也需要人来驾驭 如果苏联执意要动核武 那就让他试试看 到时候我们过不下去 就把人民全都移到苏联去 靠人民的力量解放全苏联 言下之意非常明确 虽然新中国的军事实力还远不到苏联 但我们如今也拥有了自己的核武器 如果他们真的要玉石俱焚 那我们就奉陪到底 核武器毁掉我们的家园 我们就全民冲进苏联 让他们也不得安生 从此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这番话很快就传到了苏联军方的耳朵里 错愕之余 他们不由自主地对毛主席生出敬畏之心 也不得不重新考虑和打击的计划 因为他们惊讶地发现 毛主席的人民战争策略 正好击中了苏联的软肋 别看苏联帝大物博 成天拿核武器吓唬人 可一旦我们全民皆兵涌入苏联 他们并不具备足够的实力应对 经过反复的权衡考量 苏联最终还是放弃了侵略中国的计划 当然 吓退苏联人的 并不仅仅是毛主席的两句话 背后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那就是他们也看到了新中国的实力 早已今非昔比 1969年9月23日 我国在新疆马兰基地 进行了一场2.5万吨当量的地下核爆炸试验 美苏两国的地震监测局和太空卫星 几乎在同一时间 都检测到了能量巨大的震荡波 中国用实际行动 向全世界证明了强大的核打击实力 从那一天起 整个西方世界开始对中国刮目相看 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喊出的那句 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也真正成为了现实 很快 美国军方也有了新动作 将核弹头瞄准了苏联本土 134个重要城市 军工基地和交通枢纽 随时准备发动和打击 此外 中国方面也进行了积极的备战工作 毛主席提出深挖洞 广基梁不称霸的九字方针 表现出中国人民反对侵略 是与任何霸权国家抗争到底的实力和决心 展开来说 就是修建大量地下防御基地 以应对可能到来的原子弹和空袭 同时加强粮食储备 做好打吃九战的打算 以为军民百姓生命安全的万全之策 至于不称霸 则是再次向全世界表明 不论现在还是将来 不论实力弱小还是强大 中国都始终反对任何形式的霸权主义 更不会走上霸权国家的道路 中国发展核武器的目的 只是为了保障自身的主权和安全 毛主席的沉着底气 中国人民的积极备战 都让苏联清楚地认识到 我们早已不是当年那个 任凭列强欺辱的旧中国 新中国已经强大起来了 中苏两国一旦开打 必然会是两败俱伤的结局 而且苏联会从此陷入战争 泥潭难以自拔 到时候别说什么称霸东南亚了 可能连世界大国的地位都难保 到时候坐收渔翁之力的 就会变成美国 这样的代价是他们承受不起的 所以经过反复地思考权衡 苏联最终被迫放弃了 对中国使用核武器的计划